哦 挺甜的 嗯 葡萄 大 最大的那一颗 你 嗯 早 什么这么热闹 呼听的轰隆一声巨响 你们猜 怎么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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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狂炸了 三公主见状 立马冲到出口 徒手刨开石块 要救下面埋的众人 没过多久 林妻带着众家人 匆匆忙忙地赶到 这林妻 打小和三公主就不太对付 现如今 看到三公主 毁了自家的巫石块 她这火冒三丈 她能善罢甘休吗 那干什么啊 不娘呀 这林妻咬牙切齿地说道 给我诛杀三公主 重重有赏 你们猜这个时候 三公主在干什么 干什么 三公主依然不闻不听地 再拼命地挖着石块 只见她的双手食指 是皮开肉绽 血肉模糊 鲜血淋漓 手指的骨头都漏了出来 手指节也纷纷掉落 但她依然没有停下来 挖着石块 一心想要救众人 就在林妻带着众人 围着三公主 要痛下杀手的危机关头 幸好有韩绍军 在三公主身旁保护着她 韩绍军 一身轻衣素了 手拿轻封剑 由杀神一般 那是威风凛凛 杀气腾腾 真的是一人当官 万夫莫开之勇 手中剑一挥 万人倒地 顿时是血流成河 见光所致 血肉之躯 纷纷化为白骨 又如人间炼狱一般 为何韩绍军如此了得 他师承河门 又来自河林 你之后师父和咱们下回书 接着分解 来 你先想一下 师长 我先想一下 师长 自己吃 好吃吗 那我也想吃 也想吃 不给 挺甜的 这么 这么多 诗涵说你来凑什么热闹 当心 事关三公主前程 裴思学 裴思学一个外人都来了 我是为阅礼府的男主人 自然学 自然不能缺席 清潜 字写错了 哪个字写错了 这个字 就是这么写的呀 我写一笔 你跟着我写一笔 完了 好了 好了 这回对了 是你在我心上 行了 你赶紧 赶紧辅导我功课 浅浅 我研究了一下 历介绍城主着口的文师试卷 总结出一些规律 在这个基础上 拟了一些试题 题册我都帮你做了批注 如有不解之处 定要记得来向我询问 近日就说说你来探完的心脏 文师是少城主着口的手伦笔诗 万万不可大意啊 三年高考五年模拟 看来裴思学不是很了解先前 这么多试题 别说是做了 就连看他都不会看 好在我也略微研究了 历年少城主着考考题 总结出一些规律也拟了一些试题 不过只有薄薄这一册 都是精选题目 只要背过这一本 就能轻松应对考试 你这够坏了 重点 是透题还是压题啊 老实交代 是不是采取了一些非法手段 抓起来关三年的那种 你放心好了 学会这一本 宝贵 韩绍军未免太过自信了吧 你既然知道 此事关系到芊芊的前途 万不可大意 还是催着他多看一些才是 是 文拓也得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 现在距离少城主着考不足时日 你觉得以他的脑子 能背过那么多吗 背不过 都是徒劳 不要人身攻击啊 我脑子好使得很 倾倩 不如 咱们今天就背过这一本 证明给韩绍军看 韩绍军所言极是 我脑子确实不高 裴四雪 失策了 还是我比较了解芊芊 我与芊芊自幼一起长大 她这是在自前 我与她成婚多日 她与从前大有不同 大有不同倒没 你怎么知道 你了解的她 是真正的她 是不是真正的她 我也有时间慢慢了解 不劳裴斯学费心 芊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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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芊芊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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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芊芊芊芊芊 谢谢大家